赵女士住在杭州冰江 她说自己和母亲之前都在杭州体育场路附近上班 2013年的时候 单位陆续发了好几张向王洗衣卡 她手上有三张 面额都是1000元的 背面写着有效期两年 由于各种原因都没用完 前面跟我说你到了有效期 你只能在这里用了 别的店都用不来了 她那边是总店 赵女士说当初向王总店承诺 卡还能用 只是要从冰江跑到杭州体育场路 指定了这家店使用 后来这家店又搬到了宝处路 因为实在不方便 赵女士去的不多 11月份她再带着衣服去洗 被告知卡不能用了 她说你这个卡早就过期了 我们现在老板也换掉了 你这个卡用不来了 要么就是给你五折 折成券 这样才能够用 赵女士把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商务局 经过协商 11月23号 赵女士做了妥协 原本卡里还剩1800多块 被兑换成了37张 总价900多的洗衣券 有效期五年 你不对换 你这个卡就作非了 那我作为消费者 我是很弱势一方 那我只能被它宰割 但是这个过期了前面 过期 据我了解 国家规定这种养家证券 是不能设置有效期的 哪怕设置有效期 你后面还是一定要 能够给它继续再使用的 找到宝处路这家向往洗衣店 碰巧有位消费者 拿着洗衣卡来问 也是过期了 能不能延期的 延不了 延不了 那基本上过了这个时间 然后就过期了吗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老板让我怎么跟你说 我就怎么用 那你问一下你老板 然后看看这个 老板现在就说用到 今年年几年 今年年 那意思就是明年不能用了 是吧 这个我也不清楚 那怎么说你现在先用 人处理方法 我自己也不知道 店内吧台上贴着两张纸 一张落款时间是去年七月份 说是像赵女士这种蓝色洗衣卡 只能用到去年年底 另外一张是今年一月份的 写着另一种黄色的洗衣卡 只能用到今年十二月底 店员提供了负责人 吕经理的手机号 但记者一直联系不上 就此事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从法律上来讲 他已经规定了时间 相当于你们两个人 签了一个合同 合同是 我给你多少金额的卡 然后有个使用期 然后这个金额的卡 可能不会是按照面子 卖给你的吧 陈律师表示 单位统一批发购物卡 价格上往往会有让步 因此商家会设置期限 进行限制 此外记者注意到 店里有张会员充值表 充钱有优惠 像充2000元 差不多是打了六折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